System software and application software 其實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們不安裝任何 operating system 其實電腦跟高科技磚頭沒有什麼分別 所以我們買回來的電腦 其實就不會做到你平時可以做到的事情 通常廠商都會幫你安裝了一個 operating system 它的作用有很多種 稍後會說到 但你可能會問 現在我們正在使用手機 買回來就可以使用 對 因為廠商幫你安裝了 operating system 但是我們如果自己在外面黃金或高燈 自己買一部電腦自己組裝 組裝完之後 你就真的要自己買Windows 買Windows去安裝到電腦裏面才可以使用 所以我們就要留意 買一部電腦回來就不是真的可以買就可以使用 真的要安裝一些東西 其實所有的軟件都分兩部份 一部份就叫做System software 一部份就叫做Application software 先說一下System software System software其實是哪些呢 包含幾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就是operating system 剛才說了 第二樣東西就是utility program utility program 不用寫了 可以直接放在這裡 utility program 還有一部份就叫做Driver program 這三樣東西加起來 就是我們所說的System software 即是五格說 如果你是安裝一個Windows 在你部電腦裏面的時候 它就應該伴隨著 有其餘的兩樣東西出現 就是utility program 和Driver program 但是有些情況下 Driver program是不夠用的 是要額外找其他軟件去幫幫它 待會也會說到 OK 好 看看這幅圖的關係表 我們買了一部電腦回來 如果自己組裝的電腦 自己組裝的電腦 那你下一樣東西要做的 就是你要安裝operating system 是不是 OK 要安裝operating system 好 裝完operating system 它就伴隨著 Driver program 和Driver program 給你 好 接著有這些東西之後 的作用是什麼呢 其實 你的operating system 就會提供一個 User interface 什麼是User interface 就是 好像Windows那樣 有一個版面 有一個版面 有一個Windows鍵 可以給你關鍵 還有一些Icon 那些 你可以控制到電腦裡面的運作 對嗎 譬如你Copy file Save file 或者Delete file 那些 所以其實提供了一個User interface 給你控制電腦 好了 On the top of 這個User interface 你就可以安裝很多額外的軟件 去增強你的電腦的不同功能 那有什麼軟件可以安裝呢 就是這些 Application software 好了 這裡列舉了 只是四種 Application software 就是Word Database Space 或者是 Image editing program 這些 這裡列舉了四種 當然還有什麼 Entertainment software 那些 很多種 那 所以 Application software 就不止四種 好了 你就是那個User 從此之後 那麼多東西合起來 那麼多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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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使得你可以控制到 透過軟件 可以控制到電腦的Hatware 的運作 就是這樣 好了 那麼 User interface 的總類 就是說 這一部分的總類 現在說的是 這一部分的總類 OK 好了 這一部分的總類 有幾個呢 有 Command line Interface 就是打command 另外就是 Manual Driven Interface 就是Menu 對吧 這個先說 Command line Command line 就是打command的 那麼 所以 你要懂得 如果要用它 你要懂得 那些 command 才能控制到電腦 就是這樣 所以 你看到 它是 For Advanced User 所以 如果想用到 Command line interface 就有一個限制 就是 你那個 Learning Curve 特別長 對吧 所以 它就說 For Advanced User 那 為什麼 都要認識它呢 那麼 如果你還記得 就是 我們試過 給大家看過 就是 一分 一秒鐘 因為它有20個 Folder 用一個 Command 透過 Command line interface 所以 其實 Command line interface 有它的好處 就是它的執行速度很快 那為什麼 執行速度很快呢 原因來自 就是它耗用電腦的資源少 因為你看見 它全部純文字而已 所以相對 它不需要處理Graphic 所以 它那個 執行速度就相對快 也耗用資源少 那 這個是它的好處 那 一會兒也會重複多一次 好 看看這個 這個呢 就是我們所說的 Manual Driven Interface 這個呢 就是小巧一點 那 通常它出現在哪裏呢 就是這些家庭電器 Smart TV Projeta 都會 那些這樣 那部電視可能都會 那些全部都按Manual 那 我們叫做Manual Driven Interface 最後就是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就是我們所說的GUI 就是這樣 Windows MacOS 那些全部都是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那 那這裡就說到 就是GUI GUI的好處是什麼呢 GUI的好處呢 就是 可以使用Learning Curve 可以減低 不好處是什麼呢 不好處呢 就是 它會耗盡 耗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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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耗CPU 或者Graphic Card裡面的Memory 所以 你如果是 電腦的資源又不是太多 那 那 你那部可能是電腦仔 那 盡量就不要用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那 用這個 Command Line Interface 就會好一點 OK 那 就說一下 System Software 包含什麼呢 我剛才說過 就是這個 Operating System 就是Date Program 就是Date Program 逐步逐步 開始說一下 稍後才會說到 下面這幾個 Basic Features of an Operating System 那 有哪幾種 就是 有哪幾種 就是 種類 有哪幾種呢 Classification 有哪幾種呢 那 最常見就是Single User Single User 就是你 經常用的 就是你Smartphone 那些 的Operating System Smartphone的Operating System 只是給你一個人用 同時間它只會處理一個任務 OK 那就是Single User 的Operating System 所以通常Android 那些都是 iOS 那些都是 那些 那就是給Smartphone 或者iPad 用 好了 Single Task Single Task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同一時間只會做一件工作 OK 那些Operating System 其實普遍 Single User 都是Single Task 那 因為它的效能 不是太高的 這些Operating System 好了 再去下一個 Multi User Multi User 就要留意了 那就是說 這個Operating System 可以處理 同一時間 處理很多的User 對吧 那最常見的例子是什麼呢 最常見的例子就是 就是我們學校的EZ Drive EZ Drive 它同時間可以讓很多同學 去進入Driver 然後拿它的File 對吧 所以 其實 其實 儲存著EZ Drive 的SERVER 它呢 就是 本身就是用Multi User 那 EZ Drive 是什麼呢 EZ Drive 就是File Server 所以 通常File Server 就是 裝了一個Multi User 的Operating System 好 接著呢 就是Multi Task Multi Task 即是同一時間 可以做很多很多的TASK 對吧 那 通常呢 Multi Task 就是 Multi Task 通常都是說 它是 可以做到 Time Share 這樣解 好了 留意 一顆CPU 即是等同於一個人 一個人 怎樣做這麼多的TASK 呢 好久之前 我們講了這個理由 給大家看 好了 我假設就是 每個 每個 我現在 就是看上面這一節 等等 我假設 現在 我有這麼多TASK 等等 我有這麼多TASK OK 我有這麼多TASK 咦 我那時候不是這樣說 等等 我先拔走 沒有用的東西 這個 拔走 我假設 我現在有這麼多TASK 五個TASK 這樣 我的電腦 就等同於開了五個Window 每個Window 就用消耗0.01秒 OK 0.01秒 每個Window 都消耗 你的CPU 0.01秒 去做事 換句話 你這顆CPU 就怎樣處理五件工作 同一時間 它就這樣做 第一個0.01秒 就去一下Google 下一個0.01秒 就去一下遊戲的Window 接著又去Minecraft的Window 下一個0.01秒 去一下VPN 下一個0.01秒 聽一下MP3 一直這樣做 第五個TASK 做完之後 它就回頭 做回Google 接著又 看一看 打機 玩一下Minecraft VPN NBC 再回到這個 對吧 即是說 不停地去做 一路這樣做 一路這樣做 OK 我們叫這個 Time Sharing 即是說 它是0.01秒的時候 做一件工作 0.01秒就做一件工作 這樣 因為人類很慢 我們怎樣才感覺到 它在做事 我們反應時間都兩秒鐘 兩秒反應時間 所以電腦做得這麼快 你又不覺得它 好像逐件逐件作 這樣做 就是這樣 好 那什麼時候 你才感覺到 電腦開始慢呢 好了 就是 假作 OK 那你現在明白 為何我畫了這麼多件 東西 因為它要經歷過很多 0.01秒 0.01秒 好多 OK 所以 開得越多 Window 你就感覺到 電腦越來越辛苦 原因是 就是 它開始 要處理這麼多 Window 就會用了很多 0.01秒 OK 就是這樣 我們叫剛才的技術 也叫做 Timesharing 記得一粒CPU 就做到 Timesharing 同時間就像在做 Multitasking 這樣 好了 那 這裡有些例子 其實 普遍最近代的 operating system 都開了很多Window 的operating system 都可以叫做 Multitasking 最後就是 Multiprocessing Multiprocessing 有些不同 就是 不做 Timesharing 反而 做些什麼 就是 利用更多的CPU 去做 Parallel Processing OK 即是 同時間一起做 Multitasking 真真正正的 同一時間做 很多工作 Multiprocessing 如果你覺得這兩隻很難記 我教你記的方法 Multitasking 就是 一粒CPU Multiprocessing 就是很多 CPU 大家都知道 CPU CPU 的 P 其實就是 Process OK 是嗎 Processing 所以 其實就是 多粒的CPU 這個 應該是不難記 用這個方法 好 那 就 開始說 這個 就是 Approcessing 究竟做些什麼 OK 第一件事就是 File Management File Management 即是什麼呢 就是在Windows裡面 你見過的 就是這個 OK 就是這個 就是 File Manager 你可以 Dedit File 可以 Duplicate File 或者把File Move 去另一個Folder 那些 就是這些 好 下一件事就是 Network Complication Management 就是 幫你管理你的 你的 你的Network 流量 即你的Network Interface Card OK 你的Network 管理 這件事 使得你可以 跟其他的 在網絡裡面的 電腦連接 OK 就是這個 Network 在哪裏可以看到 就是 Task Manager 可以看到 按Ctrl 我按Delet 然後你就可以選擇 Task Manager 你選擇 App History 你會看到這些 好 當然 提供Interface Platform 幫你卡東西 控制電腦 就是這個 一個Windows的Desktop版面 好 還有就是 Memory Management 記憶體 也是在 Task Manager 找回 Performance 找到這些 就是 Memory 情況使用率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 就是 Memory Management 最後就是 Device Configuration 就是你的電腦 安裝了什麼 在哪裏可以看到 在Windows鍵 按右鍵 就是 右下角的Windows鍵 按右鍵 按右鍵 你就可以選擇 這個選擇 就是 My Computer 這是什麼 就是 把你的電腦評分 你會看到 硬體的 效果 你會看到 首先要評分一下 Processor 看看你 Memory Graphic Card 的評分 當初 你一些 Gaming 的時候 一些Animation 的時候 它的評分是怎樣 你的HalfDist 評分 總共 平了一個分數 之後 拿一個 最低的分數 去評你的電腦 最低的分數就是這個 平你的電腦 就是這個分 大家也可以在家裡試試 所以 Operine System 最主要就是做這五樣 常考的 在哪裏 MC 或者是Sort Question 會叫你 找兩個例子 你記住 這些 OK 這個 我就不考了 勾了C 這些 因為太夠了 所以 算了吧 我們不要找一些 都沒有可能考的東西 那 Common Operating System 有哪幾隻呢 那 這裡是有三個Category Operating System 最主要有三個Category 有些同學會混亂 什麼時候說這幾隻 什麼時候說這幾隻呢 這個 這個呢 是 說的是 牽涉到User和Task OK 通常呢 如果去說 Basic Feature 我們就說這幾隻 OK 好了 但是如果去說 留意了 如果去說 Category 就說這幾隻 OK 所以大家就要留意 Feature 和Category 的分別 好了 Category 最主要就是說三大類 看看它是否 就是 用在哪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 就是在這個 網絡裡面用的東西 OK 譬如 EZ Drive 或者是 NAS NAS 即是Network Attached Storage 那些 即是File Serv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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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File Server 那些呢 我們就會用到 就是Lapware Operating System 好了 那你家裡的電腦 那就是Desktop 就是Desktop Operating System 沒有什麼特別的 那 是不是一定是Desktop 不是Laptop 所以Notebook也是 的 OK 最後的手提電話 那些 就是用Mobile Operating System 它比較輕巧 因為它不想佔空間 佔那個Storage Capacity 那iPad也是 那就是這個 Mobile Operating System 好了 那 先說一下 就是Command Line User Interface 那些例子 這裏開始 就說一下例子 那就是Dots D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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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以前 其實我們現在用的Windows 本身裡面 你打CMD OK 在Run 在RUN 那些位置 你打CMD 你就會去到這裏 OK 那你就可以 用我的Command 去控制到電腦 如果你還記得 例子 例子 Dir 除 W 就把所有的 範疇都放出來 這樣 這裡也有 這樣 好 效能就像什麼呢 像你用File Manager 去管理這些東西 這樣 這樣 當然很難用 你要懂得今晚 好 那這裏 提一提 就是那時候 我做了一個這樣的例子 讓你看到 就是 很久之前 我們上課做過的東西 好 另外 就是Microsoft Windows Microsoft Windows 我們就是這樣的樣子 這樣的樣子 就有這些東西給你 那 那 就是 你只需要Kick Kick 就可以控制到電腦 這個不多說 你都很熟悉 那 Mascentosh 就是MacOS 那 就是這樣的樣子 那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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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的 你 你的書是這個 那現在新的 那是這些 那 就讓你知道一下 更新一下大家 那 那 UNIX 那 UNIX 就是本身是Common Line的 其實 但是現在 開始已經有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的版本 那 UNIX 廣泛應用在一些 大型機構 那些 會用到的 那 它的效能非常好 那 亦都是一個 你想想 就是給大型機構用 一定是Multi-User 對吧 那 還要是Multi-Task 的operating system 那 那 Linux 就很大型 那 所以呢 有人 就發明了 一個小型版的Linux 那 UNIX UNIX 所以有人發明了一個小型版的Linux 那 就是這樣 還有呢 它是Open Source 免費的 那 Open Source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 改了那個Code 那 有一個條件 改完之後 要貢獻 那 就是這樣 那 它是免費的 所以很多人都會用到它 它有兩個版本 其實也是 就像UNIX 那樣 有一個 Common Line Interface 也有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用的 那 UNIX 很厲害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簡直可以 它有一個 USB Flash Drive 那 你可以 下載了 然後 透過一些 軟件 安裝了 你的USB Flash Drive 那裡 之後 你就可以 把它插在電腦上 接著 就 免費那隻 USB Flash Drive 這樣 就會免費到 它的 Operine System 那 這個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你不需要 刪除了 或者剷走了 你的Hard Disk 裡面的Operine System 去安裝Linux 直接可以透過它的手指 去運行Linux 即是USB Flash Drive 去運行Linux 這個就是Linux強的地方 這個我們不理會了 因為現在沒有PDA 所以可以省下 這就是一個 Summary 如果不記得的 可以選擇這個 可以省下很多力 可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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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選擇 你也要選擇 可以選擇 就是這個 Android 或者iOS 可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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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裡有一點點 就是溫習 一個好處 Cmd Line Over GUI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耗用少一點的 電腦資源 Cmd Line 講一下GUI 的好處就是這個 你不用學一些很複雜的 Cmd Language 可以選擇 可以選擇 好 接著是Utc Program Utc Program 是甚麼呢 顧名思義 你的電腦 不是 給了Operine System 就算 有時候 你也要做一些 維護措施 它就是提供這些功能 給你的電腦 OK 去檢視你的電腦 第一件事 就是這個 Backup Utility 好 留意這件事 Backup Utility 通常一定要 伴隨著 Data Recover Utility 兩件事 是一齊 不可以只剩下一個 或者這個 不可以 通常是兩個 合起來 是一組 這件事 這件事是做甚麼呢 就是 把你的電腦 Backup 就變成你有甚麼事 你不用重裝 你只需要 Recover 你明白 為甚麼兩個 要一起 你Backup後 有甚麼大件事發生 你就要 Recover Recover 這件事 好了 在Windows的世界 有一個 Backup Utility 亦有一個 Data Restore 的 Utility 在MacOS 裡面 也有 一個叫做Time Machine Time Machine 也是 就是 可以幫它 可以 Recover 你的電腦 這個Time Machine 有Backup 和Restore 已經放在一個 Time Machine 其實 就是這樣 一旦有甚麼事 就 記得 就是 用Data Restore 的方式 Restore 你的電腦 你的電腦當然有機會中毒 所以 就有一個叫做Anti-Wire Software 好了 你的電腦 一裝完Windows 現在的Windows 10 通常有一個叫做Windows Defender Windows Defender 就是一個很全面的Anti-Wire Software 它亦會更新的 它自己會更新的 所以 當它更新的時候 就不要停止 有它就更新 好了 當然 有些同學會覺得 喂 不是啊 我不是很害怕 Windows Defender 夠不夠用呢 你可以安裝第三方的 Anti-Wire Software 就是 類似這些 NOTON 360 或者是AVG AVG有免費版 又給錢版 不過記住一件事 就是無論你是Windows Defender 又好 又或者是你自己安裝第三方的 Anti-Wire Software 都好 一定要做一件事 就是 更新的 Virus Definition File 定時更新的 可以日常或日常更新的 因為每天都會有很多 一千多種 的 電腦的Virus 所以記住 做一件事 好了 Anti-Wire Software 還有一個強的地方 就是 當你發現到 有Infected File 的時候 它會做一個 Clovergine 即是隔離區 隔離了一些File 讓你碰到 不會觸碰到它 你也可以 想想 不如剷掉一些Infected File 就是這樣 通常是會先將 隔離一下 先將 這樣做 通常都會先隔離 做一下 嗯 orticon 大概 它們就發現 有Infected File 會 Zurbar sı Albow 管理一下 其它 你就可以考慮 是不是解決這範abs 通常 survive 就是做這三部曲 Scan,找到有Infected File 放在旁邊 然後你就可以考慮這三部曲 當然,首先要找到Infected File 就一定要透過Wireverse Definition File 去找到Infected File 就是這樣 還有一件事 如果你自己不用Anti-Virus scan 就這樣刪除了Infected File 可以嗎?很危險 等同你觸碰到這個File裡面的Virus 這樣就可能啟動了Virus 然後你的電腦可能會中毒更加深 所以不要就這樣刪除 一定要讓Anti-Virus軟件放在旁邊 之後在旁邊刪除就安全了 記得這件事 有些人會覺得 我安裝一個Anti-Virus軟件都不怕 我可不可以安裝很多個呢? 當然可以安裝 但因為不同的Anti-Virus軟件 因為有它自己的Virus Definition File 有機會錯誤地 不判了Anti-Virus軟件的File 是Virus也不定 這樣就會很混亂 結果它刪除錯了一些正常的東西 或者它把一些正常的東西放在旁邊 所以安裝得多未必好 大家要留意 然後還有就是 你安裝了一些App 你要安裝的 那怎麼辦呢? 透過安裝 安裝 好了 檔案壓縮 也是 可以壓縮一些檔案 檔案壓縮 檔案壓縮一下 你的Hard Disk 裡面的情況 裡面包了幾樣東西 這裡就有幾樣東西 比較矮的 未必能看到 其中一樣重要的東西 就是這個 Defatmenter Defatmenter的作用呢 就是什麼呢? 它其實呢 看看在這裡後面 應該也是 Defatmenter的作用呢 就是把一些scattered的setter 重組放在同一個setter的附近 好了 可能你不太記得什麼叫setter setter就是一個file 如果我們的file 要放在Hard Disk 就要放在setter裡面 但有時候 有些file 就會放在不同的cylinder 那看看我可不可以找到13貨 先找到13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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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那就是Hard Disk 好了 Hard Disk 我們有時候是這樣的 譬如我們有時候 存東西的時候 它有時候會存在 同一個file 有時候它會存在 這裡 太淺色 深色一點 有時候會存在這裡 但是呢 你記住它有 不單止一個VyHard 它有下一個VyHard 這幾個VyHard是一起移動的 那就是說 它同一個file 為了它自己的方便 有機會會存在哪裏呢 同一個 即是同一個位置 不過是不同的patter 即是不同的碟上面 OK 這樣 那你現在看到 就是同一個file 但是就放在不同的碟上 OK 這樣找資料 就會慢了 慢了 那怎麼辦呢 最理想的方法 就是這樣 放在同一個 即是 應該這樣說 即是 這樣找資料快 但是有機會 就會這樣的 即是Hard Disk 你永遠猜不到 就是 有時候 它發現到 咦 不是啊 這個被人occupied 於是它要save的時候 可能save在 下一個 它會放在這裡 另一個patter 不過的另一個 是Satter Patter 就是一隻碟 OK 這個 又可能被人occupied 那怎麼辦呢 它唯有 可能放在 同一隻碟的這個位置 我們稱為 紅色 我現在畫了這些 我們稱為 Scattered Satter Scattered Satter 即是離散了的 Satter 但是 是同一個 Final 這三個Satter 是同一個 Final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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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那 會 增加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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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 怎樣才會令SitTime減低呢? 有!有辦法! 就是只需要把這些範圍放好就可以了 譬如最常見的擺法 就是把剛才那兩個範圍離散了 Skater,Skater,Skater,放在同一個位置 同一條Track 找的時間就快了 SitTime可以減低 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回到這裏 所以作用呢 Defatmenter的作用 其中一個就是減低SitTime 為了這些Skater,Skater,Skater 因為它放在不同的位置 它通常的做法就是放在同一條Track 同一條Track 使用到它穩定的時間就可以快點去玩 就是這樣 好,回到這裏 好,那些Skater 其中一部分就是做這個Defatmenter 還有些什麼呢? 就是做一些 尋找Best Setters 好,什麼叫做Best Setters呢? 就是有些Skater 可能因為經歷過很多次的禍威 尤其是打機打多 那HardySkater受到損耗 physically有損耗 如果你還要放一些東西 進去那個Skater 結果會怎樣呢? Skater就會不穩陣 寄不到這些資料 有機會你的File就會被複製 所以你的Operning System 就要做一次Defatmenter 去檢查一下Best Setters 如果他遇到Best Setters 這些不穩陣的Skater 他就會代替這些Skater 使用到這些File不會放進去 就是這樣 好,那就是這兩件事 好,然後還有就是System Monitoring Software 就是去檢查你的System的狀態 最常見就是Task Manager裡面有 好,那這個就這麼多說了 好,那這個就要說一下 一個很重要的例子 就是怎樣判斷那部電腦 應該裝作Single User,Single Task 那些,裝哪一隻的Operning System 那些就要看一看 先說A那個先 那它說呢 這裏其實有一個 你當是Super Market 那這個Workstation 就share,很明顯share了一個Pinter出來 就被人用了 那其他的電腦就扔著它 那當然其他電腦都扔著它 這個是Server來的 OK,那有兩個Cashire 一個Workstation 是吧,開始了 那它就說 喂,判斷一下 究竟哪部電腦是應該用Single User 和Single Task 那很明顯就是這些 是吧 這三部是吧 那就是因為它們都是 Serve一個人就可以了 是吧 那也效能不需要太高 所以就是這三部 OK 接著它就問 哪部機器要用Single User Multi Task 即是同一時間要做很多事情 很明顯是這部 因為它同一時間 除了找一個人用這部電腦之外 它還要share一個Pinter出來 給那麼多人用 OK,Serve就不用用了 所以當你很可能 User用下一部電腦的時候 有些人透過它幫它Print 是吧 那就是這部電腦要懂得 同一時間做兩件工作 是吧 又做這部機器正在做的 又做這個Printing的工作 所以它一定要做到 就是Multi Task 最後 Multi User Multi Task 很明顯這個 可能是一個File Server 是吧 OK File Server 所以它就會很大機會 會share資源給那麼多電腦用 是吧 那就是在說這一點 好了,跟著BPrint的 Find Data Response Server 1 就開始慢了 就問你怎樣做 suggest very possible reason 引致這個問題 是吧 好,那第一個問題 就可能 你的電腦會不會中毒 那些 那些 第二個問題 就是 可能有很多Scated Setter 是吧 所以就最妨礙Disk Fermenter 是吧 OK 那第三樣東西 就是HardDisk 不是很夠位 是吧 所以要撐走些東西 OK,那這三樣東西 好了,這裏講多了一點點 是甚麼來的呢 就是 講一下你要壓縮 譬如你 真的HardDisk 不夠位置2T 那你已經用到 只是 用了1.99T 那你做完壓縮之後 那可能呢 多一點空位 但是呢 都用到1.5T 那但是呢 隨著連日 你呢 因為多了些空間 那你可能呢 你就去到1.9T 又回到1.99T 那怎麼辦呢 那 在這個情況 你就要小心 有些人 就會 就會 怎麼做呢 那 再壓縮 找些檔案再壓縮 務求多一點空間 但是呢 又隨著連月 過去 因為多了空間 你會放些檔案 又不夠 好了 但是記住一樣東西 壓縮檔案 是需要有足夠空間 去做解壓的 好了 我這裡就是在說 因為已經不夠空間 所以呢 你被壓縮了的檔案 無法在你原本 剩下的空間 空間的空間 裡面呢 去再解壓 OK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你沒有辦法了 你就要多買一隻空間 才能處理得到 就是這樣 OK 因為你想拿回 壓縮了的檔案 壓縮了在裡面的檔案 你拿不到 因為你不夠空間 去D-Compass OK 好了 那 就 Jover Program 好了 Jover Program 你的Windows 裝完之後 它都有最低限度的一隻 我們叫做Genericus 的Jover Program 那 先說一下一個例子 就是 你現在用很多的USB Fresh Drive 不同類型的Fresh Drive 去插進去 它都 都 都可以清潔的 是嗎 都可以讀到裡面的東西 那為什麼呢 因為呢 在你的Windows裡面 本身已經內藏了一個 叫做Mask Storage for USB 這樣 的Generic Driver Program 我們叫做Generic Driver Program 即是說 你買回來就有了 Generic Driver Program 一買回來就已經有了 OK 這樣 應該是 裝完就有了 裝完Windows 就會有了 Generic 但問題是 我們有時候 都會買一些 新的東西 Scanner Mouse 現在Mouse有很多小顆 那些呢 你的Windows 便無法辨認 那怎麼辦呢 不要緊 它通常都會伴隨一隻碟 你裝了它 這隻碟 就是我們所說的Driver Program 它使用電腦辨認到 你那隻 的Hardware 新買回來的Hardware 還有可以告訴電腦 那些按鈕有什麼用 那些 即是你Mouse有這麼多的按鈕 沒有按鈕又怎樣用 你怎樣設置這些按鈕 那些 就是告訴電腦 怎樣用這個Hardware 怎樣控制這個Hardware 就是這樣 這個我們叫做Driver Program OK Driver Program 是用的 好 好 那這裡呢 就有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Jacky和Wiki 好 發生什麼事呢 那 Jacky和Wiki 大家都買了一個MP3Player 但是呢 Jacky 放在電腦的時候 便能辨認到 但是Wiki便不能辨認 他就問他發生什麼事 好了 這裡有兩件事 兩個情況發生的 好了 先講第一個情況 第一個情況 第一個情況 很可能呢 就是 看回本書先 本書就是這樣說的 就是 很可能 就是Wiki 電腦太舊了 便不能辨認 那個MP3Player 因為他沒有他的Driver Program OK 但是Jacky有 有那個MP3Player的Driver Program OK 就是這個意思 好 但是呢 當然 他的Solution是什麼呢 就是update Operning System 或者裝回Driver Program 這個是Cenario 1 Cenario 1就是 假設大家都用同一個MP3 OK 這裏是有很大的 assumption 就是 大家都用同一個牌子 同一個批次的MP3 OK 但是就不同Operning System 好了 但是有另一個情況 就是說 如果他們用不同的MP3Player 但是為什麼大家都用同一個Windows 那為什麼一個可以一個不行呢 那這個很明顯就是 就是差一個Driver Program 是吧 OK 那 隨便一個人 就是 例如Wiki應該就沒有了Driver Program 就是這樣 所以呢 就是當他放進去的時候 Windows便不能辨認 OK 那要裝回Driver Program 好了 那就 好了 接著就是Application Software 剛才說了很多就是 就是 講到System Software 是吧 好了 那Application Software 有哪幾隻呢 有這些 有這些 記住呢 就是要講這些 這些名字 千萬不要講這些 OK 這些 總之 DXC很少可以給你一個例子 就是這些 你給一個名字 你不用的 通常就是講這些 記住用這些名字 好了 那就不多說了 有這些 軟件 就是這樣 好了 另外呢 E-mail 那些 有E-mail Program 就是這些 又有Web Browser Web Browser FTP 就是File Transfer Protocol 的Program 還有就是IncentMessenger 要做Communication 這些可以救到什麼 不用理會它 OK 我們也不用了 WhatsApp 那些 就對了 OK 還有就是For Entertainment Software Education Software 很多種的 還有這些 Entertainment Software 你 那些 就是這樣